我们今天想想看 我们一直在用共机 扰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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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台湾有没有被扰 不讲 真正跟他最接近的接触 是难来北往的民航业者 这些国际民航业者 为什么没有站在我们这边 说因为他扰台 所以我们不飞了 答案是因为 他对他的安全没有受到影响 各位民航业者 是提着脑袋在做这个生意 假如有任何非安的东西 他没有办法做好 他必然是不敢去开大家的玩笑 牺牲让你的乘客 贸上风险来做这个事情 可是我们有没有听到 任何搭乘这个难来北往 这些航线的人 提出任何的抱怨 我们今天对于 共机扰台这个事情的论述 已经到达一个自说自话 只有自己在那边 一头的热跟高兴跟满意的地步 各位观众大家好 今天很高兴又来到了 耿传媒的有耿来报节目 我是中华战略学会资深研究员张静 今天要为各位谈的题目 其实就是在过去几天 谈得到的 这是有关 就是大陆上 在台湾海峡 划设了一条飞行的航路 M503 我认为我们现在 面对M503的新的航路规划的 以及相关的规范 千万不要礼盲跟烂情 我想首先要让各位朋友们都知道 其实这个争议已经存在了很多年 中国大陆本来在整个中国大陆的沿岸 有一个是南来北往班级 这个470航路是用的非常拥挤 所以进入这个世纪 在2005年 2006年 2007年 全世界都对这个航路的拥挤 感到非常严重的抱怨 所以中国大陆为了改善这个设施 特别经过了向国际民航组织去申请 而且划定了M503 这个在台湾海峡中间的航路 这个航路也衔接了另外三条国内航线 就是W121 W122跟W123这三条国内的航路 各位亲爱的观众朋友 这个整个航路的申请是经过国际民航组织审慎的规划研究 而且审议之后 后来这个事情慢慢的浮现 但是这个浮现当开始准备要启用的时候 那个时候两岸关系其实是相对的正面发展 所以两边就坐下来展开会谈 因为一宣布之后 其实我要在这边非常严肃的指出 因为在那个时中整个的划设的过程之中 其实是依据国际民航组织 有一个叫做DOC9673号文件 叫做亚代地区空中航路计划 并且在根据另外编号 这个DOC9426空中交通服务规划手册 按照这个相规的规范 一点一点把它做出来这个M503航路 而且经过了多次的会议才划出来了 等到真正的划出来的时候 这个之间也我们台北飞航情报局 也获得通知 我们也参与了协调会 所以从头到尾我们完全知情 但是台湾的社会经常是非常烂情礼盲 当时两岸有相对的正面互动 结果这个航路一宣布出来 当时的在野党民进党绿营就立刻开始喧嚣 而且去闹 说这个事情是非常的影响 我们空中非常安全 而且对我们产生了威胁 最后当时执政的马政府就派员 然后去跟中国大陆相互的协调 我们派出去的是当时民航局的副局长 到那边双方协调 经过了这个就是相当时间 因为人家是按照既定的规范来做 所以两者之间没有任何让步的空间 所以在这个状况之下呢 他们特别最后是经过了两边 也是经过了双方的默契跟政治的妥协 对方愿意让步 就是说我们整个飞航向西去偏移六里 在这个状况之下而且是W2就是接东山的W121跟接福州的122跟接薩门的W123 这三条航路暂时停止启用 结果在这个地方在2015年协调之后 后来因为政治的整个发展的变化 而且确实航空这个拥挤的不得了 所以当时中国大陆立刻安排了相关的媒体 特别是两岸到上海的飞管中心 去实际去听这个航路拥挤的状况 这个航路A470拥挤的状况 而且搬机一架接着一架有很多飞航的顾虑 万一在起落的时候稍有坍割 然后后面的飞机就会发生拥挤的状况 那个显向还生 最后实在没有办法的时候 在2018年的1月4号的时候 中国大陆的民航局 他在这边就宣布了 说他要开启这个整个飞航 而且整个飞航的航路只开启 这个由南向北正常飞航 由北向南向西还是偏移六里 但是这个W121 122跟123就正常的开始启用 但是只开放由东向西 各位观众朋友我们今天在这要了解 所以我们今天要有个认知 2018年1月开始 事实上这个航路已经开始启用 所以从2018年的1月到现在为止 总共经过六年的时间 这个航路已经在部分的启用 而且我再重新讲一遍 三个国内航线 121 122 123 事实上是由东向西飞行 早就行之有六年 而由南向北 是他并没有开通 但是由北向南却是正常开通 然后由南向北是向西去偏移 所以在这个情形之下 经过六年的验证 我们真正的看我们的空房 有没有漏视情报 我们整个飞航有没有产生危险的状况 答案都是没有 那那个航线上有没有飞机在飞 答案是有的 所以这样经过六年之后 然后这个时候在1月底的时候 他宣布取消所有的限制 在这种状况之下 他就是W121 122 123 他就正常的飞航 然后M503南北也不再偏向 飞过这个航线相关的 有二十几家航空公司 南来北往 而这段时间这个供机也好 无人机也好 或者汽车也好 这个东飞西窜 在这个地方来来往往 请问一下为什么没有发生任何飞安事故 我今天要跟各位观众朋友 解释这个事情 我想今天要碰到这个问题 我非常的痛心 就是有很多人都应该是专业人士 却以媚俗的态度去复合很多政治的语言 在那边大声嚷嚷 说这里头会引起飞安的顾虑 会是如此如此 各位我没有想过 经过这么多年 为什么没有一家民航业者说 因为共机扰台 所以我们要放弃飞航台湾海峡这个航线 他反而是正常的飞航 各位我们今天看这些航线的活动 不是用二维 不是two dimension的二维平面的来看 而是要用三维的来看 首先我先跟各位讲 这个M503航线像这种像我们A1这些 这个南来北往这种国际航线 它的底高 它的空城的底高是两万七 然后呢两万七千尺以上 那是国际航空经常使用的高度 而国内的航线呢 W1212跟123是一万五千尺 而共机呢在那边穿越所谓的海峡中线 或者进航去 穿过来穿过去 或者穿越这国际航线呢 它是在一万五到两万七中间穿来穿去 这就是为什么呢 它从来没有危险接近民航机 它假如有危险接近民航机 民航公司老早就告状了 我们的区域飞航管制中心 也会去在紧急的通话波道 去警告那个军机要避让这些民航机 为什么它没有发生 就是代表共机 这些它在这边的飞航 其实是够一定的专业水准 我们今天想想看 我们一直在用共机 扰台扰台扰台 台湾有没有被扰不讲 真正跟它最接近的接触 是难来北往的民航业者 这些国际民航业者 为什么没有站在我们这边 说因为它扰台 所以我们不飞了 当然是因为它对它的安全 没有受到影响 所以政府公布了一顿的 这个就是说部分的图像 但是它这样飞来飞去 各位今天假如真正的这样开放 我跟各位讲一个 这个现实的状况 这是27000尺的M503 这个是15000尺的 这个就是W121 122或123 当这个飞机要飞进 转进到国际航路上的时候 各位你看到那边衔接好像是垂直 那飞机没办法 咔这样就转 它必然是慢慢的转弯跟拉伸高度 假如要脱离M503 也是慢慢慢慢降下高路 然后进入了这国内航道的高度 在这一段空城的变化的时候 其实因为它占据了空域 这一段的空城跟空域 所有的共机都不会穿越在这 为什么 那是找麻烦嘛 因为它的运动不是持续稳定的 再讲一个这个天方夜谭 说这共机 这个可能用木马图身 跟着迷航机这边过来 各位假如他今天要这样飞行 首先他要跟迷航机贴得很近 第二迷航机 假如有这边突然转向 后面的气流 也会影响后面的战机 战机也不能开 任何的所谓敌我便是的达讯机 更不避论现在最先进的ADSB 那种广播自己机位的位置的系统 这些都没有 然后呢他已经在那个W121 1212 123 南来这样东西这样飞 你知道已经由这个东边向西飞 飞了这么久 今天开放由西向东飞 请问一下由西向东飞 假如他今天一定要民航会开了他的 识别的相关的电子仪器 然后在这边转向 然后要达到 刚刚我讲过27000尺 这边15000尺 这样去高度的变化 请问一下 他有什么机会会这样木马图身 这样穿越 真正在穿越都是共机 你共机在这边掌握的好好的 有谁会在那边搬了石头 扎自己脚 脱了裤子 放屁 然后呢在那边跟着他这样 偷偷摸摸的进来 他已经明目张胆在那边飞来飞进 你都对他没有皮条的话 他还要在那边偷偷摸摸跟着他来 各位我们今天要讲故事 编故事 应该要编的这个比较合理吧 对不对 假如今天没有共机 在那边一直跨越冲线 在那边飞来飞去的话 你可以有这个担心 说他跟着民航机 偷偷摸摸的过来 第二 他在跟着民航机偷偷过来干嘛 对不对 那个民航机没有一个是跨越中线飞过来 我们两岸之间的班机没有一个用这个线 他转到M503之后还要重新这样转过来 各位我们今天按照正常的思维 去按照他实际的航路 还有他高度的变化 你就会发现 事实上他在那边整个运作之中 所有的军机都会躲得远渊的 各位亲爱的观众朋友 面对着这个问题 我们在这边的论述 我要在这边很严肃的请大家去思考 从2018年的1月到现在 那个时候已经部分了 启用M503还有W121 122 123 我们经过6年的验证 我们有没有漏失任何防空的情报 假如那个时候没有 我们表示我们的空军的空防的单位 还是相当称实 对于整个监真以及动态的掌握 这情报没有任何的漏失 我们应该给他肯定 那假如是这样子的话 我们也不要过度在那边去把它渲染 然后说今天这样变化会有多大的可怕 我必须要在那边讲 我们今天在那边 因为这个事情发表论述 请问一下 我们有没有获得民航业子的支持跟赞同 各位亲爱的观众朋友 我们经过了这么多年 从2005年开始要划设 然后双方在那边去商谈 然后最后2015年我们去协调 人家愿意做部分的让步 2018年实在没有办法 然后部分的启用一直到现在 这一路的过来 当然你说完全没有政治的因素参查在里头 我觉得这个是不可能的事情 必然有政治的因素跟考量在那 但它也有现实飞航的安全 各位亲爱的朋友 当两岸是正面的互动的时候 人家愿意给你个面子 但是两岸之间到现在已经没有任何勤奋在 这就是告诉我们一件事情 假如我们今天论述 在国际民航组织 没有办法得到国际机构的认同 没有办法符合国际规范 你在那边叫了那么响 也不过是发泄你的情感 第二最重要的关键因素 我们有没有得到那些这个就是国际民航业者的支持跟赞同 他有没有讲说我认同台湾这边的讲法确实是危险 所以我不飞航了我要抗议 对不对 各位人家抗议的是 A470已经太过拥挤 所以人家不断的跟中国大陆那边 让希望上海飞航情报局 尽量开放M503的这个使用 各位亲爱的观众朋友 幸好今天我们抗议这个事情 还没有摆目到去抗议W121 122跟123 因为那是国内航线 我们更没有智慧的攻坚 各位亲爱的观众朋友 我们的国际组织上得不到认同跟支持 民航业者得不到支持跟回响 请问一下我们今天要嚷嚷了这么久 共击了扰台 天天在那个航线上飞来飞去 过来过去 我请问一下 有没有任何的民航业者说 因为攻击扰台 而且非常的危险 非常的可怕 所以我不做生意了 各位民航业者是提着脑袋 在做这个生意 假如有任何飞鞍的东西 他没有办法做好 他必然是不敢去开大家的玩笑 牺牲让你的乘客 冒上风险来做这个事情 可是我们有没有听到任何搭乘这个南来北往这些航线的人 提出任何的抱怨 我们今天对于共击扰台这个事情的论述 已经到达一个自说自话 只有自己在那边一头的热跟高兴跟满意的地步 但是你说动了其他人没有 各位亲爱的观众朋友 我们仔细再想想看 从1月30号宣布到现在 请大家好好去看一下国际媒体对这个事情 有没有后续跟进的报道 你就知道我们今天的论述 跟受到人家的回想又到达了什么 而且当初在中国大陆无论是民航局 或者说是这个国台办 这个发布了接受媒体的询问跟发布 他就讲的是规规矩矩 四评八文 然后就讲他真正的理由是什么 而这些理由之中 有没有任何人揭穿 说你讲的这个地方是不确实 只有我们用情绪的语言 然后做了很多负面的评述 但是话要说回来了 我们取信于谁 各位我刚讲出来那个立体的观点 他要从国内线转到国际线 这之间的空城的差异 他要这个转向 大家去看思想一下 这些东西他在做这个动作的时候 他有没有那种木马屠城的空间 你可不可能可以去识别他 我们今天有很多人在说 我这个管制官带这个战机 两个搞得很继续如何 你不能光从两度空间来看这个事情 他真的要有空城的差异 所以那些战机跨越这些国际航线 来来回回从来没有获得 没有被民航的航政当局 或者驱管中心警告 说你有危险监禁的现象 这其实就是代表人家 管控军机的素质 这个是让我们今天要感到非常担心 但是这些东西的担心 我觉得另外一个角度我们要看 是我们今天的政治论述在面对这个问题的时候 为什么没有办法得到国际民航组织的回响 为什么没有办法得到这个相关的 这个民航业者的支持 然后我们今天发表的时候 有一些自诩为专业人士跑出来在那边 胡乱的在那边要解释 我认为这真是有负你的专业 你知道不要讲说你是会飞行的 你只要最基本的尝试你去判断 你就可以知道 我只要问一个最简单的问题 天天讲共机扰台 人家在那个航路上这样穿越来穿越去 为什么没有任何民航业者在那边提出抗议 为什么没有民航业者说 因为你这个共机要这样弄 我不飞了 这个生意我不做了 也就是说他的安全事实上是维持了 上海驱管中心不会开这个玩笑 你知道台北飞管中心也不会开这个玩笑 必然是他的间隔有一定的差距 而且安全上没有问题 他才会继续营业 各位亲爱的观众朋友 两岸之间的关系走到这个地步 未来之中 我想我们会面临很多 亲兄弟明算账公事公办的这个事情 中国大陆对于我们的很多的忍让 已经到达这些真正的到达的极限 假如我们再没有任何政治上善意的回应的话 我认为两岸关系的发展会越来越困难 特别是我们对于两岸之间的商贸 人家在选前之前已经提出对我们的指控 我们挡住了人家这么多东西定进口 有没有有合理的理由 然后就让全世界以及旁边的旁观者去 能够接受我们的讲法 各位亲爱的观众朋友 我要再强调一件事情 面对M503新的航路的规范 我们千万不要烂情礼盲 我们永远不要忘记了 我们今天在这边所提出了政治的立场的声明 或者提出任何的控诉 虽然非常充满了各种感性的词语 但是我们要仔细想想看 我们究竟感动了谁 我们究竟让谁能够接触 我们讲的话在国际社会 能不能被大家所能接受 我们要假如今天真的讲的话 让人家觉得你讲的都是外行话 那相关的民航业者根本就觉得 你根本就没有这个资格来要处理这个问题 这个对我们而言是危机也是教训 我希望我们不要将我们的 在民航这个安全 这个飞航管理的这些信誉 陪葬在这个事情上 今天就为各位报告到这 谢谢各位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